我觉得相对于还好 他对爸爸补那个都很好 我倒是无所谓 我天天可以跟他玩 都跟他爸玩 然后我也放松一下 让我们休息一下 其乐融融的氛围 施元美似乎已经忘却过往的担忧 他都没有发工作方面的情况 也不怎么打电话 我想说了 提到这里我不想说了 对于家庭的担心 对于自己胡思乱想所产生的恐惧感 都随着杨郑志的归来而烟消云散 可日渐欣喜的杨郑志 却将在节目中看到的这一切都铭记心底 我是不会让他们在家里为我担心 在外面多辛苦 我做好的一方面 发视频给他们看看 知道我在外面过得没那么辛苦 那么开心一点 不要让他们担心